馬路口騎車騎士突然跳下車 快步牽車又停下來 接著立民騎士抱著腹部 表情痛苦蹲在地上 原來發生車禍 一旁民眾見狀趕緊報警 沒想到過沒多久 警方回電竟然這樣問 能夠起來接你的電話說 對 我就是要報案 受傷歧視腹部疼痛 大家都在等救護車到場 明明報案都講清楚情況地點 遠景東問西問 陳小姐還得跑出去 詢問當事人要不要報案 痛批根本在浪費時間 你們是在民族系路 跟大龍街口的哪個路 我就說就在中間 所以他就掛掉 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在 互踢皮球的感覺 這是發生在22號中午 一輛左轉機車 不慎擦撞執行的歧視 傷勢雖然不嚴重 報案過程遠景詢問方式 讓民眾感覺像在踢皮球 一般車禍民眾報案 不是向消防隊 就是向警方請止中心報案 再照地點轉發轄區 交通分隊跟派出所 如果很多人報案 說得很模糊 就會回撥報案人 再詢問細節 只是車窩傷患 救護分秒必真 遠景斟酌在織危末結上 就怕耽誤到 真正需要救援的人 記得曾嘉明中觀展 台北報導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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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